你真是一点都没变 小铃铛 小铃铛 你在叫谁 这除了你我还有别人吗 小铃铛 是我小时候的人子 你怎么会知道 什么什么呀 不好 来了很多骑兵 什么 这儿暴露了 走 我看不能待在这里了 那怎么办 我带有姑娘去青丰山 慕容姑娘 你赶快接住黄楚明 不要再来这里 好 道长 我马上去引开他们 好吧 魔魔 Pic 黄楚明 慕容姑娘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紫光都不能去了 快上马 走啊 上马 快点 放心吧 这里很安全 柳姑娘也可以在这里安心治疗吧 可是 我知道 你想说什么 柳姑娘的安全很重要 查证真相也很重要 我看 你还是跟牧民姑娘一起回京吧 道长 放心吧 我会尽量给依稀姑娘治疗的 阳梦 我走了 有道长在这儿照顾你 等我办完了事 我再回来看你 希望你能够尽快行死 这么说他们不在紫光东 他们原来是在 但是在我们到达之前就转移了 大人都是属下的疏忽 你慌什么 老夫也没说要责罚你 起来吧起来吧 这风筝飞得再高 他也有被拽下来的时候 大人的意思是 因为他们身上有线 而线是攥在人的手里 这柳一溪就是风筝 这黄楚明就是线 只要他们在我们的控制范围 还怕找不到柳一溪吗 大人属下明白了 真正该杀的是 王家妇女 是 是我吗 除了你 还能有谁 怎么 想背叛主子 那你就听我的话 找我的吩咐去做 最近 一定要留意周围 在这儿干什么 苏姐姐 莲子羹熬好了 老爷说端进书房了 你先放下吧 我去啦 把钱换久了 那我上下就会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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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但谁对我恩主如山 怎么能忘恩负义呢 冲酒客来风雨醉 奈花仁趣 大人回来了 回来了 大人 头儿给您上茶 去吧去吧 童儿 你还有事吗 童儿有句话 不知道问不到 问吧 大人 大人是一个好人吗 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 先坐下 童儿 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 童儿只是胡乱问 大人别放在心上 不 不 你问得好 其实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大人 我是好人吗 我只知道我不是坏人 若说我是好人 那大人 做过伤害过别人的事吗 有 是这样 回想我前半辈子 我的确伤害过别人 但从现在开始 我做每一件事 都凭我自己良心 我再也不会伤害任何人 大人早早歇息吧 童儿先退下 我先走了 要说医术 皇医是说自己第二 就没有人敢成第一 是啊 前些日子 皇上的病 就是他给看好的 知道吗 可神了 走走走 原来是他呀 那是神医 真是神医呀 神医到我们这里开针所了 这可真是太好了 我们穷人再也不用为 看不起病而发愁了 走走走 走 义父 大人 雅儿 微父写了这个箭字 特地挂起来 考考你 考古 从这个字里面 看出什么道理吗 这个可难不住我 裴城 也要考考你 大人也要考我 好 那我要仔细地看一看了 那黄楚明呢 你要考他吗 黄楚明在医馆 给别人看病呢 要不把他叫过来 也一起考一考 不用 我已经考过他了 是吗 那他有误信呢 雅儿 微父现在可是在考你 好 那我先猜 我绝不会输给他了 小姐看出什么奥妙来了吗 当然 我从义父的字中 看出很多高明的剑招 剑招 小姐果然是高手 末将佩服 那是 裴将军 你又从这剑子中看到什么 我看到大人的心藏在剑中 在众人 众口 众力气中 被隐藏起来 不知道 我说的对不对 请义父指点 你们两个都说的有些道理 而我在写这个剑子之前 我首先想到的是 铸剑 铸剑 是的 铸剑 在炉火中锻炼 最关键的 不是要炼出一柄什么好剑 而是炼剑的人 是否要努力 铸剑是行 而铸剑的人 在铸造自己 在炼自己 他投入在铸链之中 先要炼好自己 才会炼出一柄 人道 康视之剑 道义之剑 仁义之剑 那这把剑 就如赤松子道长所说的 剑无需利刃 只需行似流水 那就可以 穿透人心 剖开善恶 铸剑 楚明曾说起过这个 刚才我问过黄楚明 他回答我说 是铸剑 他的确很有悟性 人生一世 就是铸剑 苦难 溺水 灾祸 都是火 人在祸中 锻炼其重 治军 也是铸剑 行医 也是铸剑 围臣 也是铸剑 大人 这两天双发戏射贴了一副对子 口气急狂妄 特请大人来看一看 抱歉 也不许铸剑 轻松 而这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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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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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陪长子在 马上查探一下 看看这些队员 到底是谁写的 是 御夫 承索很热闹 大家都纷纷夸赞 黄楚宁是神医呢 这样就好 对了 昨晚黄楚宁进宫给皇室看病了 警察这么一致 本来吵得不肯吃饭的皇上 已经吃起饭来了 皇上很信任黄楚宁 看来要查出线索并不能 就看黄楚宁他机灵不机灵了 可是柳一熙在外 我还是很担心 义父 我懂你的想法 我应该去保护柳一熙 是啊 你出境去保护柳一熙 去调查跟踪赵国历史的任务 你还得继续去完成啊 义父 我懂你的想法 可是 燕儿 你想和黄楚明在一起 是吗 如果黄楚明没有吹响你的亚训 你会对他这么执着吗 可是他已经吹响了呀 我是说 如果 他没有吹响了 我还是会认定 他就是我命中的姻缘 为什么 因为 短暂的分别 就是为了长久的相遇 如果你真的一心爱着黄楚明 那么跟他短短的分开 又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 他在城内 你在城外 你们齐心协力 联手查出真相 为了朝廷 为了老百姓 做一件大大的好事 你们两个的心 不是会贴得更紧吗 义父 我这就出境去保护了一心 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你能确定 慕容宴真的出城了吗 千真万确 你 照我的布置行动 是 好 好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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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不过现在他由那赤松贼盗看护着 属下不敢轻举妄动 你做得对 我要轻举妄动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柳依稀的藏身之处 那老夫就放心了 我们慢慢在想对策 可是属下担心他们还会转 老夫料定啊 这赤松子不治好柳依稀的病 他是不会带他离开的 属下明白 这些日子你要留在宫中 小皇上和太后也许有什么举动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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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上次多亏你已开了关门 多谢了 不用客气 你这是去清风山 是 现在柳姑娘正在接受 赤松道长的治疗 你先不要打扰她 是吗 那现在谁保护柳姑娘 我 你 怎么 不放心我 相信我 我会尽全力的 三个月之后 她就会完全康复 现在赤松道长 再给她做闭关治疗 你最好不要去打扰她 等等 上次 我问你的问题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什么问题 好多呢 你我素不相识 可为什么莫名其妙地 要追杀我 后来 为什么又不杀了 还有 你宁可毒发身亡 也不杀我 这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叫我小铃铛 这里你肯定有问题 你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十五年前 十五年前 在京城发生了一件残案 有一伙强盗 闯入了一户人家 见人就杀 那户人家 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他们的父母 为了保护他们 把他们压在了身下 两个孩子幸存了下来 可是他们的父母 却死在了刀剑之下 强盗放火烧 到处是冤 是火 妹妹吓坏了 只知道一个劲儿的苦 是哥哥 拉着妹妹逃了出去 可是 还是被那帮强盗追了伤人 哥哥为了保护妹妹 自己掩开了那帮强盗 你走起来 拉着妹妹说 小灵的 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我的梦 果然是真的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如果没有宰错的话 你那块玉上面刻的应该是 陆柔 哥 你是我哥 你是我哥 妹妹 哥 我果然有一个哥哥 你就是我哥哥 妹妹 十五年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十五年了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亲人 你就是我的亲人 我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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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那些强盗抓住 差点被杀了 有一位大叔救了我 他收留了我 将我抚养长大 我汇报他的唯一方法 就是帮他做事 他是个杀手 杀手 作为一个杀手 每天都面临着死亡 想不被杀死的唯一方法 就是以最快 最有效的方法 杀死对手 我学到的不只是武功 更是求生生成手段 是严寇的现实教诲了我 我十五岁那年 大叔也死了 死了 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被杀了 对于杀手来说 这是最正常的归宿 杀手的命 本来就不属于自己 我从此开始独自谋生 以此挣钱 我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 不敢想想 这么多年 你是怎么停过来的 这么多日子 支持我活下去的唯一信念 就是你 小玲当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 命运竟然如此捉弄人 我一直在追杀的人 竟然是我失散十五年的亲生妹妹 如果我真的措手杀了你 我就是死一万次也无法偿还这罪你 哥 你别说了 你不是没有杀我吗 你不是找到妹妹了吗 我们不是又团聚了吗 命运 对我们还是公平的 妹妹 你知道吗 其实从我那一箭赐落你玉佩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你是我妹妹 我真想马上叫你一声妹妹 叫你一声小铃铛 可我不想让你知道 你的哥哥已经变成了一个杀手 我是多么想和你相认 哥 别再责怪自己了 你也是为了生存 再说 你并没有伤害我呀 对了 哥 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谁 右军将军 王大人 就是那个收留我的好人 他认我做义女 带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 他不但教会了我诗词书画 他还教会了我建设武功 还有做人的道理 我知道的 他是一位真正的大侠 我也一直想拜见他 妹妹 我看这样 等柳姑娘的病治好以后 我一定去京城 你现在 先回去 回去 对 可是 我们才刚刚相认啊 京城更需要你 哥 你想说什么 小刘灵达 你别问了 相信我 你马上回去 保护好王大人和楚明兄 这里就交给我了 那也好 哥 那我就告辞了 你要多保重 你要注意安全 记住了 三个月后 我去京城找你 三个月 那我等等你 好 去吧 我吃 我吃 你 你 我吃 那我吃 你 好 你 我吃 我吃 你 我吃 你 什么 太后让我去陪善 是 刘公公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太师 您这是多虑 想必是太后高兴 因此让心腹大臣同意 那 那王羲之也去吗 是 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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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什么事 双化戏舍的对联 是曹骏所述 这个浪荡公子 竟然有这么大的口径 看来非同小可 大人说什么 我看他对联 觉得胸怀抱负极大 不过是一时的狂妄 据说 几个公子哥 陪着江夏王看戏 大家高兴 赏了班主和双化银俩 于是班主设宴款待他们 命大小飞花 陪酒做了 那曹君醉酒 让大小飞花除衣 以赤裸之辈为案 狂输而写 曹府出这么个浪淡哥 曹安便是有什么阴谋诡计 最终也会暴露他 是吗 卫城 现在这个时候 还不能这么早下定了 起轿 附伍卿大人 请吧 你这个畜生 是让你去移兴宫 不是让你去移红月 英雄方本色 明是真风流嘛 我这身装束 我觉得非常不错呀 你这个畜生 张冠军 把他压下去 谁敢 公子 对不住了 叫家定把他的衣服换好 给我压到黄东去 走 快 各位大人安好 晚生来迟了一步 三公子 王叔叔 今晚难得明事会聚 arnos 赵 皇上驾到 吾望万岁万岁万万岁 哎呀 别烦了 别烦了 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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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位子坐下 找位子坐下 大家都坐下吧 谢皇上 各位爱卿 朕今天心情很好 非常好 这都是因为皇一事的功劳 让朕终于有胃口吃饭了 所以朕要庆祝这尽善之喜 就让各位爱卿 陪朕一同尽善 母后今天身体不适 就不能前来了 来来来 各位爱卿 喝酒 效忠皇上乃臣的本分啊 来 喝酒 今日大家一定要尽情饮酒 谁要是喝少了 朕可不答应 皇上 饮酒之乐乐在岳目畅耳于心 何不来断酒令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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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见识 你做令官 曹俊 你出题吧 这 幼君大人 老夫真的要求你帮忙了 千万不要让这个无形浪子当众做出不堪之举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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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尽一言 说 说 说 谢皇上 今日 臣目睹一副对联 联中是戏诸子 朝圣贤 气势不凡 臣好生佩服 后来当臣打听一下 才知道那副对联 乃是座中人所做 臣好生惊养 能够得到幼君大人赏识 真是难得 你就不要再打雅迷了 快告诉朕是谁啊 三公子才高 听说乃是随意挥好而进 因此臣有一个主意 那是希望三公子能为我们大家出一副对联 王大人 你过奖了 曹俊 让你出题就出题愣着干嘛 快点 是 皇上 不妥之处 请各位指教指教 国事已变更 住嘴 哎呀 有军大人哪 你可是害了老婆啊你啊 什么意思啊 皇上 让曹公子说下去 国事已变更 延延下来 问东军游名皇否 皇上 老臣恳请皇上 休要怪罪犬子大逆不道 胡言乱语啊 那他 慢 按规矩 公子应该还有一句俗语皆为 佑军大人 你才称得上是真名士 什么俗语啊 应该落实 这是希望皇上早日成长 早日亲政 乃是祝宋之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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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子是故意跟大家开了个玩笑 抬抬热闹的气氛 令人感叹的是 他居然在一瞬间 就能想到这么峰回九转的脸 哎呀 难得 难得呀 王大人过奖 过奖 哎 哎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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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谁来对下来啊 既然王大人对曹公子如此欣赏 自然 是由王大人来对才是啊 只怕我的心思 就不如三公子 那么巧妙婉转了 献丑了 天心早眷顾 丹丹护士 街北鲁 齐奈我何 好 有气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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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 好 好 其实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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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娘子 插金簪 代银花 比牡丹勺药 剩五倍 从容出伐 宛若云武天仙 可以啊 你懂你 不 我只是随便翻一些医书而已